大人, 他逛了一輩子 真的不像假裝正經事 你別再說了 大嬸, 我回來了 韓信? 不是, 我…我應該叫你達元帥 來…伯比多麗… 你的事跡為因此人人皆知 真是想不到, 你還記得老生 韓信當日落魄窮徒 行得大嬸一犯之恩 保住命才可以上路重軍 韓信說過, 一定會回來報答你的大恩 一犯之恩, 韓信就以千金相報 你當老生是甚麼人? 老生當日相助, 出於大家都是亂世人 幫得多多就多 並沒有奢望你重囚報恩 這些金你拿走 這位老人家有這種胸襟, 實在難得… 韓信不明白大嬸的心意, 實在該死 韓信向你溝通遠座 你已經貴為大元帥 你這樣做, 只是叫老身折腹 只要你全力, 無助名主, 造福萬民 那就做了一個報答 韓信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大嬸, 請問你知不知道 我沒有, 韓姬身在何處 我去過舊居, 那裡早已經荒廢了 韓姬他… 韓姬他怎麼樣?他現在在哪裡? 就算是天涯海過, 我也會找到他 你告訴我, 韓姬在哪裡? 你跟我說, 大嬸 大人, 為何我們不等韓元帥 要先行廣闊河內? 你聽不到他還要尋訪故人嗎? 兵兇勢危, 再這樣等下去 漢王真是不能等的了 張司徒, 請留步 韓元帥有個口信告知張司徒 韓元帥師傅未了 無法和張司徒一起返回河內 但有一禮送贈, 希望張司徒用得著 曉香花, 你沒收到諾言 你說過會等我回來 現在我回來了 但你就走了 我回來了 但我韓信會守我的留言 你永遠都是我的妻子 所以我的原陪夫人 就只有香妓你一哥 只有你 才配做天下兵馬大元帥的夫人 你也聽到, 立即找人為元帥夫人修緝身份 身份要方圓十丈, 傳以白玉鋪成 無悲傷要以金七為止 一定要寫上 愛妻, 香妻, 香妓之王 再找來本地延時 為夫人編寫無致命 要以金石黑城, 以供後世贊重 身份以外方圓三里, 要築城原流 引來百了曾命 以本夫人長臉 以本夫人長臉 笑響花 我愛妻, 我愛妻 韓大哥, 你豈對一飛沖天 一鳴驚人 我愛妻, 我愛妻 公元前二零五年三月 西楚霸王項羽, 越追水大敗漢軍 大肆首部落邦而途的漢王劉邦 劉邦綁於桑家園 所過之處, 草木皆兵 經年番逃亡 早已根皮力鐵, 眼見窮同活路 向你竟然保育 說著小平 伊犀 向人兵 離世 王毅 劉邦 阿翁, 你跑不掉了, 束手就擒吧 郭主帥, 救怪人… 韓信鬼的多端 恐慌中他有敵之計 是 開門… 阿翁, 張司徒 是你, 韓元帥呢 他是不是還在生寡人 不肯來見寡人 韓元帥還在懷陰 韓元帥沒來, 不知道瑞琪… 瑞琪是韓元帥所贈 這是移兵之計 令韓元帥的威望客退楚軍 漢王, 我們先退守營陽 再從場繼義吧 阿翁, 你說韓信突然出現 是不是你親眼所見 阿翁, 我們隱若見到那枝瑞琪 還有人馬聲 一定是埋伏在臨中 像上次火攻張韓那樣 引他們入臨 你們退兵之後, 韓信有沒有追隨 那又沒有 春財, 你們中了計 韓信一向用兵狠毒 一旦出兵, 不殺過正中世不怕用 若然真是他 你們還有命回彭省 韓信, 韓莊愚敦, 請霸王自罪 是 瑞儀, 此移兵之計一定是張良所敗 只要用韓信一面稅棋 不廢一兵一卒就將劉邦救朕 張良用雖自告又起在韓莊所能識破 既然張良只能用移兵之計 這就說韓信終沒回事 只要知道劉邦所在 我們就可以舉兵出境 啟稟霸王, 劉邦向一隊親兵保護下 退入營陽 劉邦, 死期 Hello, 北美的朋友 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 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